各位朋友好 前几天我因为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 把一根手指头给摔伤 摔成骨折了 本来想自己包扎一下就算了 但是这边的医生特别特别的负责 要我一定要做个手术 所以今天就去做了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虽然是个小手术 但是需要全身麻醉 麻醉了之后 本来医生说你这个24小时之内 不要开车 也不要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脑袋是晕的 当然本来今天是不应当 来在视频上面开讲的 但是我自己感觉恢复的还不错 所以现在又开讲了 如果是讲的语速太慢 或者是讲的有不清晰的地方 请大家一定要原谅 我今天算是找到借口了 前几天我本来在做视频的时候 是极力要掩饰我手受伤的这件事情 但是一不小心有时候把手上面的绷带 还透露了一点出来 所以有不少的朋友网友就来信 或者是在视频底下留言问我到底怎么了 严不严重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不严重经过这个手术之后 医生说两三个星期之内就能够恢复了 感谢大家的关心 看见这些评论来信我尽量的都回复了 看见的都回复了 但是呢就是怕万一有些地方错过了 有些朋友的来信我错过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在视频里面 跟大家道个歉 也道个谢 如果是没有及时回复的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经过这次事件呢 我是深深的感谢到在这个西方民族国家 在加拿大呀 这个医疗制度确实是好 确实是人性化 不仅仅这些医生啊护士啊都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负责任 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系统啊 他整个的治疗过程全部是免费的 全部是免费的 自己不用花一分钱 那想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 咱们在国内的那些同胞 那些亲属那些家人 他们呢在这一方面 可就真是没有我们这些海外的流亡者 这么幸运了 没有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侨华人 这么幸运了 他们虽然呢这个交了大量的税款 但是呢这些钱呢 大部分都被中共的权贵阶层 所囊括了 而现在仅有的这些医疗资源呢 也是绝大部分都用于啊 给这些中共的高官啊 权贵给他们来治病 而余下的90%的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是中下层的官员 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这个医疗资源 当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家人生病的时候啊 不能得到极好的医治 哪怕是一个中产阶级 甚至是一个小富豪 你和贫穷之间呢也就隔着一次大病 经过这一次之后啊 我更加深切的要感受到 这个中国必须改变 我们所有的华人 无论是在哪里 只要我们还没有忘记那个国家 只要我们还没有 还自己觉得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那么我们就要尽力的 结束这个共产专制集权 结束这个统治我们69年的这个中共权贵集团 那今天为什么在这种受伤的情况下 打了麻药的情况下还必须得说呢 因为我们全民共振的另外的两位也要敦促我 说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一起来再继续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国内的朋友 国内的这个发起人和其他的朋友 民运朋友也是要敦促我说有一个事情呢 一定要出来说一说 哪怕是哪怕是啊这个说的不够全面 也一定要再出来说提醒大家的注意 这就是啊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 确实确实我们大家需要在这个方面呢 一定要一定要做好准备 同时呢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 在看到我们全民是全民共振平台 就这个话题所做的视频也希望大家帮忙传播一下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啊几个月以前就提出来 要大家提早做好准备 准备即将到来的这个粮食储备问题啊 7月23号呢就有中共中央的这个国务院呢 中央的国务院啊要求啊各地报备粮食储存 这么一报备呢全好多地方的这个粮库啊就开始失火了啊 嗯一共啊大概有四个地方四个地方啊都相继失火 那些没有失火的地方啊我估计今后还会湿 那还会湿 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啊这个过电视剧叫做天下粮仓 那刚讲的就是这个贪官污吏啊当他们把粮库掏空了之后 轮到上面一检查他们就开始放火烧粮仓 而这个放火就现在呀是极难监控的 尤其是那些坚守制造的那些贪官 他们要想办法放火你基本上啊是抓不到抓不到责任人的 除非是中共啊他真正的为老百姓着想 那任何一个地方的粮库放火 那么所有的责任人都一定要一定要严加惩判 等同是犯罪绝对不姑息 但是呢中共会这么样做吗绝对不会的 因为这个粮库他们被掏空啊 实际上不仅仅是那些管粮库的人 而是中共那些贪官呢他们是上下一体的 他们是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官僚网 他们是欲荣俱荣一损俱省一贪俱贪的 这样的一个犯罪体系 所以要想查出来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个呢因素啊导致我们对粮食安全 产生非常大的这个疑虑非常大的担心的 就是啊各地全国各地粮食减产的这个信息 那今年呢这个下粮征收啊 比去年相跟去年相比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百分之三十四 本来中国的粮食啊过去这些年都产量啊严重的不足啊 不足以这个让中国人自己消费要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的 这个粮食消费啊是依赖的进口 而现在呢因为贸易大战的原因 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 人民币汇率啊现在急剧的下跌 如果这么跌下去 如果出现人民币汇率崩盘 如果出现人民币汇率啊 跟当年的卢布那苏联这个垮台之后的卢布和跟阿根廷呢 这个金融危机时期出现了这种这个汇率大跌崩溃的情况 这个相似 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的一个生存的严峻的生存问题 那俄罗斯和这个阿根廷都是产量大国 他们出了问题他们的这个汇率出了问题 最多是少用一点这个工业品少用一点奢侈品吃喝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的粮食不能够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一定要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不仅仅如此 但我们还要民间人士还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做好准备 那么第三个因素让我们呢 认为这个粮食安全出了大问题的 是过去很多年中共这个粮食收购系统啊 他们都是以赤充好 他们把那些好的粮食贪污了 那卖掉了 拿赚了大钱 但是呢把那些赤品收进来的 低价收进来一些赤品粮食 那些发了霉的那些这个质量极差的这些粮食啊 那些卫生口的饰料粮食 把他们放在粮库里面 冲作战略储备粮 过去很多年呢大家都发现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啊 并没有好转 而且呢不断的出现了这个癌症发病率 那各种奇怪的病症的发病率啊都在上涨 那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食品安全出了问题 就是因为啊我们食用了大量的不安全的不健康的粮食 而这些粮食呢都是由这个中国的这个粮食系统啊 由这个国家垄断的粮食系统提供给我们的 那大家看到我们有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一个的这个癌症村啊 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得癌症 其原因就是我们吃了太多的毒大米毒面粉 这实际上啊就是中共他们在慢性杀人 所以说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自己必须自己想办法 必须寻找到啊这个购买到健康的粮食 同时呢我们要储备至少是一年的 那甚至是两年的基本食用的口粮 经过大家这个一段时间的呼吁啊 也现在也有很多人反馈过来的消息 说是沿海啊广东啊广西地区啊那些桥乡 已经现在有很多人在跟海外的这个亲戚朋友联系 那组成了组织了这个粮食进口的互助的渠道 过去啊我们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那河南啊安徽啊四川等地是大量的饿死人 但是呢沿海广东地区 虽然也出现了粮荒但是呢 基本的温饱啊是这个保证了 也就是因为民间自救起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呢我们这种准备啊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现在到了真正粮荒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够指望啊中共会救助我们 不能到时候啊我们的基本口粮被权贵卡住 那为了吃一口饭啊得向他们出卖灵魂 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开始储备粮食了啊 不能等到粮荒蔓延这个外汇储备枯竭的那个时候啊 一筹莫展自助自救 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那到了现在呢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啊 一定要一定要有备无患 有些朋友说说家人不让我们储备粮食啊很容易说服他们 我们大家都买过保险的啊有房子的你要买这个房屋保险 那有家人有家庭的你要买人寿保险 那难道你觉得你这个房子会马上就失火吗 难道你觉得你自己马上会一命呜呼吗 当然不是的 主要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那万一房子着火了 一家人呢不用睡大街 万一你自己一命呜呼了 那老婆孩子啊 那有一笔钱不用去啊要饭 那实际上呢 现在我们最需要买的这个保险 就是粮食保险 现在中共啊从上到下 都是拿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性命在当儿戏 那在上面啊 习近平在糟蹋我们买粮食的外汇 那现在外汇储备啊大幅度的减少 习近平还说这个要继续搞这个贸易战 要以牙还牙 那下面呢有一大群的这个贪官污吏啊 他们在烧粮库 将来啊粮价飞涨全国缺粮的可能性呢 比你们家房子着火或者是你一命呜呼的 这个可能性要大多了 那么面对这种大概率事件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买个保险 难道想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 再经历啊五九年到六一年 那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是人祸的那种悲惨遭遇嘛 中国的商务部啊曾经在今年四月份呢 他们就放话说了啊 中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贸易战 习近平也说要以牙还牙要抗争到底要打到底 那有位朋友有位网友啊是相当有智慧的啊 这个他评论说啊 那我过去啊一直以为我就是中方 现在才知道我只是那个代价 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 包括那些五毛和治刚五 包括那些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 包括那些土豪和中产 中共所谓的中方这不包括我们 中共中方啊他只是包括那些权贵集团统治者 如果我们移不了名我们只能留在中国 那么我们就是他们指示他们对外战争 对外贸易战所付出的那个代价 最后不管中共啊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是强打贸易战呢还是服软认输 他们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都是有保障的 他们自己是不会付出多大代价的 真正牺牲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 还是我们的生命人民是他们不惜付出的那个代价 所以中共这些流氓啊贪官他们是不怕打的 不怕打贸易战的他们有的是代价 我们14亿人就是他们的代价就是他们的炮灰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财产啊子女啊暗中的都转移了 他们已经把中国掏空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自救要加紧准备 最好的办法呢是要在他们虚弱的时候抓住一个有利的时机 把他们打垮让他们滚出中国让他们逃出中国 让他们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那为什么我说现在他们是现在是他们虚弱的时机呢 除了国际环境对他们非常不利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内部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痕 你死我活的内斗前兆已经出现了 大家不要以为呀这个前几天啊曝光出来的 四学成的性侵案和胡王刚啊被清华校友 那联名驱逐的这个事件只是简单的娱乐八卦 实际上啊大家看这两个人的背景就知道啊 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四学成呢他是全国佛教学会的现任会长 政协常委 这还是表面上的一个身份 他还是广布天下的福建莆田系的寺院的领头人 这个福建莆田系啊它是实际上呢是习近平经营多年的一个特务间谍系统 专门用来啊收集情报的那专门用来这个监控中共官僚和商界精英的这样的耳目 那另外那个胡王刚呢他是这个鼓吹大国崛起谬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也是推动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推手之一 可以说啊是习近平集团这个安插在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的棋子 是引导舆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工具 那么这种起底学成的和胡王刚的这个手法 这是相当厉害一朝致命揭露学成就是啊瘫痪整个普天西 让那些啊官员和商界人士对他们产生警觉增加防备之心 这就等于是啊这个戳瞎了习近平的眼睛啊堵住了他的耳朵 这样呢那些反习的和这个对习近平恐惧的官员呢 他才有可能有空间那个拉帮结伙才能组织啊有力的这个反习阵营 同时呢曝光那个曝光刚的那个低能呢和他产媒的那这些镜头啊 这些事实就是对习近平的对那些拥护习近平的知识分子和整个文宣系统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你们要是像他们学啊没没你们的好果子吃就让你们身败名裂 这就是堵住了习近平的嘴巴那这种做法呢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开战的前兆大家拭目以待啊 那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那未来中国大变局开始之后啊 全民共振成功之后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政治格局那尤其是要探讨的是在未来民主中国那中央和地方之间 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台湾港澳和大陆之间应当是怎么样的关系 以及啊那个西藏新疆和汉族这个地区之间应当是怎么样的关系 因为只要有一个地区还在被武力统治和威胁 那么整个中国就不会自由 只要有一个民族还在被奴役那么整个中国就不会自由 所以我希望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商讨出 一定要和各民族各个地区这些希望民主的人 我们在一起商量出一个这个最佳的政治结构 来保证我们中国未来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 整个中国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的中国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